好帅的呀 行男 感觉蛮有活力的 都这么帅啊 这个大了 这个可以唱 本嘉宾由真爱王推荐 这个个子好高 这个视线就好多了 我们也舒服一些了 这个座机上 孟严好 刘云姐姐好 淳云姐姐好 叔叔阿姨们好 我叫许少剑 二十九岁 我是一个地道的胡建仁 胡建仁 好香 好 你不要害羞大胆地说 来 好 我本科毕业于奥克兰理工大学 在新西南生活了八年 去到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 进修金融经济硕士 很厉害 好优秀 跟我差不多 学霸 我在新西里待了三年 那你们蛮多共同语言 我去年回国 现在在厦门从事企业战略咨询 我喜欢女生就像王冰冰甜美可爱的类型 甜美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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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退下 我退下 就是你 你不是甜美型吗 我是吗 一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女儿是一个正宗的可爱型女孩 我不可爱 我不可爱 爸爸为什么呆住了 希望你关注她 好的 会的 爸爸看呆了 很满意这个男生 4号 男嘉宾你好 你建议女孩子个子高一点吗 马总是问这种意 你到底多高吗 1米7也就 还好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女孩子介不介意 这一场好像身高的事是躲不开了 君瑶未动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看片子 好帅啊 这样 好帅好帅 我是许少剑 奥克兰理工大学 会计零售本科双学位 新南威尔士大学 金融经济硕士 在海外创立过自己的公司 还创过 去年回国 现在是一年企业战略咨询师 负责企业战略规划和PREIPO 海外生活十年 但我其实是个很传统的男人 做事贯彻一个原则 情谨持交不浪费 我也很节俭 我爱喝茶 留学的时候 扛着20公斤的米 走了几公里 只为了省下车费 几公里 只为了省下车费 恋爱中奉行AB制消费官 AB制 女生可以付责的少一点 但不能理所应当 只一味的索取 她会钢琴 钱可以花 但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我感觉她说的是我 女生也要懂得理财 花钱大手大脚的女孩子 不适合我 很贵但一年只用一两次的奢侈品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春天 我想和温柔 可爱 爱笑的女 牵手 在一起 她喜欢甜美的 我不行 喂 喂 穆爷爷好 我是六号女嘉宾 可以公放吗 来六号的声音翻一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刚在VCR里看到你弹钢琴的镜头 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有唱歌啊 弹琴的才艺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有准备一段 有准备一段 有备而来 她是 我给你做饭的 好 我给你帮你送听归会 好好听 你需要把水归会 自便我抱着你 我给你送贝拉 你发病愿风 改善着吹 你发病愿风 好 有些遗憾留在心底 成为酒环 开始的情形教坛 轮回平淡 望眠遇传 等不到你的晚安 好听的 是的 好听 我喜欢会唱歌的男生 你听懂了吗 喜欢这类型 好棒 这是最佳台艺秀吧 太棒了 他真的太棒了 刚才那个片子里边 有一句话 我还觉得印象挺深的 稍微解释一下 AB质是什么意思 AB质的话 就是男生稍微多付出一点 AA质是平等 咱俩吃货饭 100块钱一人50 AB质就是你付80 我付20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是一只 但是你这个比例有点多 你付90我付10块 80多了 他是说他付60 他付40 是这个意思 这比例课会相对合适一点 这比例课会相对合适一点 指标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算这么轻呢 对啊 为什么要算这么轻呢 我也觉得 他有点过于调理了 对啊 或者今天我买单 明天你买单就完了 对啊 这个情更重要 而不是钱 二号 男嘉宾你好 阿姨你好 你说的那个生活上的那个比例 你们是 你最大能接受是多少 因为这东西不能按钱来衡量嘛 钱只是一个维度 对对对 我就说总的来说的话 我相当肯定是会多付出一些 会在可能60左右 对差不多 太具体了 是吧 诺爷爷 我是四号女嘉宾 我想可以公放一下吗 四号的声音放一下 男嘉宾你好 你跟女朋友 你们如果出去消费的话 你们的配比是6比4是这样吗 不是 这不是关于金钱 关于说付出 不对 那你指的付出是指什么 对 孟爷爷问的对 是我们传统的家庭嘛 对不对 比如说男的出去赚钱 然后女的在家里就是相付教子 其实这里面的话 女生也是付出的 虽然说她没有赚取 就是明面上的人民币 但是她其实也是有付出一定的比例的 这个要怎么衡量 这个很难衡量啊 这个 那付出也不应该有比例的呀 那我喜欢你 我就会百分之百付出呀 那你说这个东西如何量化呢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没有指标 就是只要你爱她 你会愿意为她做 她也爱你 她也会愿意为你付出 所以你刚才说的一个 百分之六十和四十 你把它给了一个 这么具体的一个比例 这就会让女生会产生疑问 如何界定这个比例 对 但是就证明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我会更付出的多一点 男生你要多付出一些 是 没错 她这个算得太清楚了 我不太喜欢这样了 对 这就是 四号 男嘉宾 看得出你是多才多艺的 善于居家过日子的男生 这个我们做长辈的都很欣赏 谢谢 都很满意 但是你好像对素质有点太敏感了 如果说你喜欢一个女孩子的话 你不会在乎她什么四比六 女孩子感觉你不会全心全意的来对她的 妈妈讲的就是对的 是这样的 不是的 不是的 她不是这样子 这个可能是说只要你放在心里 但是你不能这样说出来 让女孩子感觉到会不被尊重 但是我女儿她性格是比较外向的 她可能不会在乎这件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在乎 还要女孩子给钱等等的 我在乎 你这个话很凶 我这我妈你都不懂 妈妈虽然教育了她一番 但还是很看好她 完蛋了 柳妍 这个在你过去的交往的男生当中 有没有碰到过 不管是AB还是AA 这种情况有过吗 我有生之年没有碰到过 不认识这样的 如果谈恋爱 对方的经济条件比我差太多 那完全不用分那么清楚 我帮她买单就好了 对于一些思想独立 经济独立的女生来说 你挤几分或者我全付都不是个问题 但对于有一些女生呢 就是可能她的经济并没有自由 或者说她比较传统的消费观念的话 她会很介意这一点 但是没有女生不喜欢大方的男生 所以男生们切记 就虽然我们可以 不花你们任何一分钱 但是你们大方一点 我们会更喜欢 对 关于在恋爱当中 AA这个事 我同意刚才柳妍说的那个 其实是有两种状况 一种事 比如说22岁23岁 大学刚毕业 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双方都体谅一下 一个刚刚走入社会的人 可能年轻人叫我 都说AA这是一种 另一种是 有些人什么事都清清楚楚的 你买个电视 我买个冰箱 你买辆车 我装修房子 她带着这种生活习惯 这是两种情况 对 对 我想知道她特别感动的礼物是什么 我也想知道 通了 喂 孟爷爷 我是柳妍姐 你说 没有 因为我刚刚在里面跟他们聊天 那么多叫柳妍姐 我喜欢就自称柳妍姐 来 柳妍姐 你说 是这样 因为VCR里面就是 孝剑有说她会制作特别的礼物 给女朋友 我们就很想知道 她曾经亲手做什么样的 让女朋友很感动的 就是有一次情人节 我自己就买了一些纸灰了 我就自己折成花 就是巧克力的一个花棚 送给女朋友 对 我想说网上也能买到这种 网上买不到 这要自己做的 看到了吧 这个男的很明显就很高兽 虽然算用心 但是没有用到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点上 她可能只是感动了自己 我觉得可能我20岁的时候会感动 我认为一个好的礼物 起码应该包含三个因素 第一 具有一定的价值 第二 花费了一定的心思 第三 满足了对方某种需要 说得好 对 对 5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5号的表妹 刚才我看你VCR 我注意到一个点 就是你扛着二十几斤的大米 走了几公里是吧 就为了省一个打车钱 我就想问一下 你对于节俭和抠门是怎么界定的 我也想知道 问到点了 对 好难的问题 因为当时我的时间价值 抵不上我扛米回去的那个价值 如果换做是现在 我肯定叫辆车 因为现在我的时间更贵了 就是你不会因为节俭来 就是说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是吧 不会的 生活质量还是杠杠的 好的谢谢 其实这个男孩还蛮好的 跟你当初那个一样的 其实我感觉 因为我也是学金融的 就是金融的这样的男生还挺多 我觉得他观念跟我真的不太一样 喂 喂 你好吗 我是1号女嘉宾 能帮我联一下我的妈妈 1号妈妈 喂 妈妈 我觉得男嘉宾的回答太官方了 所以我选择灭灯 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和我女儿不太合适吧 我们选择灭灯 喂 喂孟爷爷您好 可以帮我转一下我家吗 我是5号女嘉宾 5号 喂 喂 妹妹 你帮我灭一下灯吧 你懂得 好的 好 拜拜 不好意思男嘉宾 你刚才说你比较传统 然后我姐姐的话她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由的人 所以这边可能要把灭灭一下 我们可能觉得不太合适 没关系 谢谢 尊重你的选择 喂 喂孟爷爷您好 我是2号女嘉宾 可以帮我联一下我妈妈吗 2号妈妈 喂 你说 喂 妈 就是我在恋爱中 其实是不计较这个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 只要我喜欢她 我会全心全意地为她付出 所以妈妈你帮我把灯灭了吧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女儿刚才那个电话的意思就是说 恋爱的时候不太在乎 谁付出多谁付出少 但是你在刚才的表达中 太界定那个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四十了 这样让她感觉就是说 你在这段感情中想得太清楚了 你好 没关系阿姨 因为就是其实 我参加的这个是新相亲大会 我是奔的结婚去的 在恋爱中的话 我一直以来都是最多付出的那个人 我是想说以后在生活中 我想表达的点 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各位观众可能都误解了 我表达的是我会多付出一点 我跟你说她现在有点可怜巴巴的 我现在觉得她 她真的是一个很暖男 我不知道我爸妈到现在没灭灯是什么意思 她可能忘了 就是忘了 全忘了 喂 喂 孟爷爷 我是四号女嘉宾 可以帮我转接一下我妈妈吗 四号妈妈 喂 妈妈 喂 我现在有点纠结 我觉得我跟她的价值观 各方面都不是很符合 就是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我跟你爸 认为他特别像你爸当初嘛 这孩子还是挺有能力的嘛 那个我们再看一看吧 好吧 你要不要问爸爸 因为男人看男人有时候不一样 那你可以让爸爸接一下电话吗 我想跟爸爸聊一下 好的 喂 你觉得怎么样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给到我 我觉得就 当初你爸也是这样的嘛 呃 没有 好吧 你把他灭了吧 爸不同意 啊 那 那 那你帮我灭灯吧 好好好 要灭的 你确定吗 嗯 你确定吗 嗯 你确定吗 难吃苦的男孩是 现在很难找到了 能吃苦的男孩很难找到 妈妈这点是对的 怎么样 那我 那留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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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 这个电话很有意思 我一直很有耐心的 听这个电话 哈哈 哈哈 哎呀好可爱 4号的妈妈说 她像他爸 哪像 她说她像我啊 主要是啊 吃苦耐娘 比较难能吃苦 我的观点比较传统一点 就是不管什么出去 男人要大度 男人要花钱 一定要有男子丫的乞丐 好可爱 好可爱 抱歉 抱歉 爸爸好男人 女儿还是跟妈妈这边 心比较近一点 来 灭掉一点都回来 看是不是灭我爸妈 她应该会灭掉我的 要灭我妈妈 没有灭你妈 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李一阳23岁 小提醒老师 张玉杰26岁 英语老师 许若彤24岁 咨询顾问 来 有请2号 4号 6号 我可以先问我爸妈一个问题吗 就是为什么选择留下我 就是为什么选择留下我 刚才我说完话以后打了个岔我忘了面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来 走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唱歌真的很好听 那一瞬间真的有打动我 谢谢 但是有一个话题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 就是可能我 不是很想当一个 家庭主妇 因为我在你的VCR里会感觉到 你可能会希望将来你的另一半是 对家庭付出更多一点 做一个你的写内注 我觉得我的人生追求的是 幸福值的最大化 我觉得和女嘉宾能牵手了之后 我们是结合在一起 将这个幸福值最大化 他其实是OK的想法 但是我不能只是自私地 提高我的幸福值 同时我得保证你的幸福值 钱只不过中间是一个工具 只是换来幸福值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他都要哭了 我觉得只要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只要我们这一辈子能幸福 能开心能快乐 其实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你后悔了 所以我就说你要多了解一下 对 我没有跟他交流 6号 男嘉宾 你好 想问一下 我在生活中和工作上 我在生活中和工作上 我是比较强势的 可能过去啊 包括这个关系中的话 更倾向于处于一个主导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不是那么的就是甜 他想表达的你应该清楚了 是吧 来 我们到三现场看一下 男嘉宾的这位是 我的大表姐 大表姐 你好 大家好 孟媛媛媛好 我想替我的弟弟来说几句话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那也是因为一些这种原因的话呢 他跟他妈妈相处的时间会比较多 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他肯定是非常尊重女性的 我觉得我弟弟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完了 大表姐的话她要哭了 她很感性的一个人 她表面上有很多规矩条例 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感性 刚才大家很在意他VCR里面说 他扛大米那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弟弟的条件 家庭条件真的非常的好 那他会去体恤 他妈妈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辛苦 那他就认为说 我到国外去念书 所有的东西是应该靠他自己 去获得的一些奖学金 或者说是靠他自己 能通过一些勤工俭学 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东西 来弥补这些 所以我觉得我的弟弟是很负责任 很有爱心 很尊重女性 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一个男生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整场大家会很在意 那个60%和40% 其实我觉得我弟弟是 就是个直男 他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他只是认为说60和40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男女我们很公平 但是在对家庭的责任 对爱的付出上 我是比你要多付出的那个 因为我爱你 这个里面可能确实是有 他表达上造成的误解 造成的误解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弟弟在这个场上 他可能有点紧张 他都没有表现出他原来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 他没有表现出来啊 好可怜啊 少监 表姐补充了这一段信息 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 你有点后悔了啊 来不及了 来 最后给我们一个答案 三个女生当中你建议 放弃打一位 我觉得她们都很优秀 如果说那个二号她已经明确表示了 我也觉得也就只能跟她说对不起 放弃二号的 你同意吗 我同意 谢谢二号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中蒸蛋糕提问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孟爷爷 我刚刚问的问题她没有回答我 就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强势的 对 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 我其实是关系的这样一个主导 所以我要去说明这一点 我也希望能给我一个答案 因为我刚刚还没有来得及做选择 好 你现在给她一个 我觉得女生强势的话 对外强势和对内强势是 是两回事 我见过女生在外面风风火火 但是回家继续对老公 就像是小绵羊一样的也有 怎么说呢 就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大家可以通过沟通 大家找出最优的方案 我不知道这样子能 我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我觉得这个性格如果实在碰撞的话 我比较担心这个点 就是你明确地表达了 可能你跟她是不合适 是意思吗 对 对 一颗优秀骄傲的心受错了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人 4号 你好 你好 如果以后让你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呢 那我想很大一部分的话 我会把它放到比较稳定的一个 一个环境里去做一个稳定的投资 然后取一小部分出来 进行一个高风险投资 是这样的 然后生活开销这些 应该都算是比较零碎的 一些小的小的小的开销这样 对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来 你做最后的决定 他可能谁都不选 我选择退出 他都没有选 我懂他吧 我就说他谁都不选 给我们一个理由 其实4号你回答得非常好 其实跟我的想法也差不多 但是呢就是 其实刚才叔叔阿姨的话 就是对我这些也挺纠结的 很难吃苦的男孩 还是 现在很难找到了 当初你爸也是这样的嘛 我想让你留在台上 你还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接触到更好的男嘉宾 不好意思 来 谢谢两位 我其实能理解他最后的这个决定 因为毕竟4号女生的父母 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也是有区别的 有这个反应我是可以理解的 哪个男生也不愿意 从恋爱开始 未来的岳父岳母当中 就有一方曾经明确地表示过 不那么接纳 可以理解 而且最不错的话 摄件是这样 我们听过大表姐的话之后 受到了很多的触动 并不是你的表达不够好 也不是我们太注重于某个细节 因为嘛 新乡亲大会就是这样嘛 大家一件两件再一轮地交谈 然后从你身边的人 更能够全面地认识到你 所以大表姐其实真的帮了一个很大的忙 然后我们的李珊 她想出来见见你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她这个机会 她真的很不错 她很适合我 我能出去吗 我被她牵走可以吗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她这个机会 好 谢谢 好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跟你的生活经历会有一些交叉 不管是地方呢 还是价值观 我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简单的人 我知道你是尊重金钱 其实不是说特别的抠门啊怎么的 我觉得是尊重 你看啊 她找到知音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灭灯的话 是因为你说喜欢甜美的 所以我才灭灯的 是什么让你有改变主意的 点在哪里 当时他们问说会选择谁的时候 我说她可能都不会选 因为我觉得你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你觉得感觉不到位或者怎么样 我宁愿不要 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想出来就是想让您看一下 我有没有长在你审美点上 慢慢喜欢你 哇 就慢慢了解 他们是配的 是配的 他俩真的是配的 这个事在我们台上是第一次发生 对 第一次发生那样的事 来 你的决定是 对 赶紧牵手 这女孩子那么好 我很感谢你能理解我 拒绝 什么 我觉得在婚姻中不是适合就可以了 我的天 你傻了 牵手 还有刚开始见到的时候那个感觉 还是长相 所以我灭的灯还是灭的对的对吧 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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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好 加油 你会找到更好的 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女孩子 拜拜 谢谢 不用谢 不用谢 我挺替男人遗憾的 我也觉得 对 我们那么优秀的女嘉宾 没事没事 给你鼓掌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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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希望就是说 能适合和你一起生活的人 挺多的 但是真的能和你自己爱的人 在一起生活的话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我觉得刚才 没有 好